朋友有分很多種 有一些人呢 是可以陪著你傷心難過 但有一些人呢 卻是可以陪你瘋狂到底 其實差不多啊 就是只要是知心好友 什麼事都願意陪你一起做 可是知心好友有時候是陪伴 但叫他一起瘋的時候 他不見得敢 瘋是哪一種瘋 比如說 裸奔 那個偏斤 那個偏斤 比如說我覺得是那種 我有一次心情不好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是上班族的 就是長大大學畢業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次就跟他說 我中午有空 要不要一起吃午餐 然後他就穿著他的西裝 騎來我那邊找我 然後只是吃午餐 結果我們吃到凌晨十二點 吃到他被他女朋友痛罵一頓 他直接下午的半夜沒去 為什麼會吃到凌晨十二點 因為中午我們就吃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不然小喝一小杯 好 那就無所信了 就比不下來 可是就是真的好兄弟就是 好 OK 我今天就是 豁出去都賠了整理 這個算瘋 這個很瘋 OK 那我們今天要邀請幾對 是真的可以賠瘋的 好姐妹跟好兄弟 歡迎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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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俊鑽還有泰森Yoshi 這位是新朋友吧 是沒錯 香港來的朋友 他現在很緊張 為什麼 不可能吧 第一次看到姐 可是他在香港是已經很紅了嗎 沒有 香港的瘦子 好厲害 香港的瘦子 香港的瘦子 他就是要你被罵 他就是要你被罵 好 真的好朋友 真的太瘋了 所以你怎麼認識他的 網友 一開始 我們其實認識很久 但是比較好也是 這一年的事情 對 然後我們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就是網友 就是在網友上 有聽到彼此的作品 就你聽到他的歌 就很喜歡他 你就主動跟他做朋友是不是 沒有耶 就是我那時候是覺得 為什麼大家都在聽他的歌 有一點不爽是不是 其實小小 你知道那時候 我們兩個人的第一首歌 就是我們爆紅的第一首歌 是在差不多時間 然後都是寫給自己的另外一半的 你們那兩首歌 都是寫給女友的 可是 你還在跟你那個女友交往嗎 對 都是同一個人 交往多久 快七年了 但是你們還沒有想要結婚 有 我下一年就打算 明年 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啊 他跟我同年 我不能讓他等太久 你想要讓他趕快生小孩嗎 對 好貼心喔 你幹嘛有小孩啊 因為 我知道我 你喜歡小孩嗎 你喜歡嗎 你其實可以反問我回去 好 姐 我為什麼要有小孩 為什麼要生三個 我就是因為喝醉才有小孩 我現在 我現在多麼的希望我自己 不是一個愛喝酒的人 但是你還 你明年要結婚了 但是你的好友 樓俊碩已經 給他搶先一步 恭喜 恭喜 熱騰討 熱騰討 再來 馬爾濟斯 馬爾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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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LOW耶 誰LOW誰 馬爾蒂夫 爛法濟斯的家 對啊 馬爾蒂夫 所以是你先約他去馬爾蒂夫 然後他不知道你要跟他求婚嗎 他不知道 我要聽這個故事 怎麼求的 他超浪漫的 那個時候就是先 我就偷飛他兩個最好的朋友一起 然後但是我讓他們提早一天 先到馬爾蒂夫這樣子 要飛去馬爾蒂夫的時候 因為路程很長 然後我那時候 還要轉機 對還要轉機 然後搭飛機的時候 就會聊天 我就會說 如果在馬爾蒂夫 如果有一些朋友一起的話 應該會很好玩這樣子 他說 然後他說 你都沒有想到跟我單獨一起出去嗎 你還要 你去哪兒 你都想要跟朋友一起嗎 然後我心裡想說 天啊 天啊 完蛋了 怎麼辦 朋友都到了 怎麼辦 然後到馬爾蒂夫當天 因為轉機很累 然後他就很想回房間休息 但是我把那個求婚的場景 準備在房間裡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然我們先去吃個飯 因為我們到島上之後 他們要稍微準備一下 然後才可以回房間 就做這件事 很累一點 很想睡覺 而且吃飯的時候 那個飯店那裡啊 而且因為我想說 最好的時機就是 在那個夕陽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 還要熬到夕陽 我們是夕陽的海景房間 那是我一抓狂耶 你不然我回房間嗎 因為我們到島上的時候 差不多是下午 兩點 兩三點 兩三點 然後吃個飯嘛 我們去 差不多五點會有夕陽吧 差不多五點夕陽 五點夕陽 吃飯吃超快 一個小時吃完 然後他就說 我要回房間休息 我就說等一下 還沒有夕陽 我們吃好飽 我休息一下 我們坐一下 你看這邊這泳池盼 多舒服 我們在那邊笑一下 我想要回去耶 我想要回去 他就說 好啦 那我去上個廁所 你動我一下 我去上廁所 他說那你去上 我先走回去 反正我 好難控制的人喔 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因為那個手機 手機就是 就是我跟 因為我一直 隨時都在傳訊息說 我們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要回去了 然後對方就 就是他姐妹一直傳說 等一下 我們還沒好 等一下 我已經快不能脫了 等一下 然後 最好笑的是 先撇開這個 他很想要回房間休息 因為我們每一個房間 都會有一個管家嘛 然後那個管家 他會講中文 他就是幫他的好姐妹 就幫我去準備求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 他一送我們到吃飯的地方 然後他就在群組 在我們 我跟凡凡還有他的群組裡面 傳訊息說 那個 他們兩個去吃飯了 你們兩個可以出來了 他傳錯群組 他傳錯群組 Oh my God 然後 你也有發現嗎 然後我在後面 坐在他對面要吃飯 然後手機響 然後他手機也響 然後他就說 他怎麼說 他們兩個去吃飯 兩個人出來是不是 然後 他是不是傳錯了 然後我就說 他應該傳錯了吧 他平常那麼多 可能那麼多群組這樣 然後我心裡已經快要爆炸 天啊 好難喔 好難喔 然後 然後 還好 就是反而他算是一個 蠻單純天真的 他完全沒有懷疑 因為他可能沒有想到 可能會 我會真的幫他帶兩個朋友來 這麼一個地方 對 幹嘛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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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想來主持了是不是 沒關係啦 阿爾地夫怎麼樣 沒有啊 那一隊是已經單身 差不多七八年對不對 很羨慕嘛 你們就養阿爾祭司嘛 然後好不容易弄一弄你 然後就是 就是 就回去 然後他 我說要上廁所 他說他要直接先走 對 我說那我不上 我先陪你走這樣子 然後走在路上的時候 我還一直沿路跟他說 這邊滿漂亮 我們拍個照什麼 然後他快要 他快要爆炸了 對 已經快要到臨界點了 然後一直走到 因為 要到自己水上屋上面 前面會有一個木棧道 然後就可以看到 已經可以看到風景了 然後他就看到 差不多夕陽的時間 他就哇很漂亮 然後心情就還是好一點 然後我想說 還好 然後我就說 還是我們現在拍個 就是因為我想要讓他進去 記錄到 發現他的朋友那一剎那 然後他才想說 好啊 就是心情比較好一點 然後又走到 快房間的時候 因為 我們的計畫是 我們是水上屋嘛 水上屋底下就是海 然後我們的房間的地板上 有一個小玻璃窗戶 可以看到 對 它下面 海 然後他們兩個姐妹 要躲在底下 躲在海裡嗎 好辛苦喔 因為我們可以接下來 對 就是他們想要 有些呼吸器嗎 等一下 這不是我的計畫 這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想要 躲在海裡 對 就是那個玻璃 扶著那個木板 然後一直這樣子 沒有啦 不會被看到的地方 那就要這樣 游泳圈 太遠 有游泳圈 有游泳圈 他們就是 可是就是頭頂到那裡 飄在那個水上屋的 下面那邊 對 就飄在水上屋的底下 然後拿著板子 那是007的任務耶 真的 就是得到下面 然後板子 我其實也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要弄那麼麻煩 我們自己說007是否有這個畫面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快走到房間的時候 因為其實 在底下都看得到嘛 他們默默地飄進來了 然後我快走到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們的房間的底下 四五個超大游泳圈 然後一坨 然後其他的都是乾淨 因為不會有人 然後一坨在那邊 然後躲在你肚子後面 然後 然後 反反還沒有發現 反反沒有發現底下有人 因為他一直在注意 就是注意其他的地方 然後我就一直用身體擋他這樣 要不要拍個room tour這樣 然後擋他 然後他就 好啊 然後終於走到房間 然後 然後開始拍拍拍 然後看到他們這樣 很驚喜這樣 然後他當下有哭嗎 對 有哭嗎 他當下是 因為他那個狀態很累 喘不過氣 然後他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會發生 他第一句話是 那你有立刻下跪開始講 一連串那個誓言嗎 我看敢不敢人 你們幹嘛啊 我其實有一點忘記 核心內容是什麼 就是他 他為我改變很多 然後 為他改變很多 我們兩個都一起成長了 很多 然後 然後覺得他是很 我很需要的一個人 對 就你人生不能沒有他是不是 對 詳情可以看反凡YouTube頻道 什麼 有機會他會跟他分享 不是 已經拿來賺錢了 沒有 太盈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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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畢竟 馬爾技是很貴 不好養 不好養 Tyson 你還覺得 樓俊碩是你的好朋友嗎 他把你發言的機會 全部都講走 沒有 是你問的 你甚至出了新歌 你都還沒講到 你有沒有發現 他在講故事的時候 他都在放空 對 我在想 我要求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要注意 就是不要讓朋友躲在水裡 對 不是 不是不要那麼累 對 不要第一天 你也要飛到某個地方嗎 還是說在香港 應該不會 應該在家 在那一間 你先不要講出來 我怕Christy會生氣 對 所以等一下你們講是同居了嗎 對啊 然後你還是在家求婚 不是 其實我有一個計畫 但是 不能講 好啦 因為Tyson難得來那個節目 要跟大家講一下你推出的新專輯 對 厲害了 我的新歌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已經在各大串流平台上線 所以老俊說 因為你剛剛把話都講那麼多了 你要不要唱一下他的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Let's go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下一句是什麼 但是 這回憶真的不錯 希望你也很念舊 的想起我 我為什麼不這樣原唱唱 對啊 他一直講話 不是他已經都沒講到話 不是 你讓他唱他自己的 Tyson來一下啦 原唱 歡迎Tyson唱歌 謝謝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但這回憶真的很不錯 希望你也很念舊 會有我的想起我 好 這是一對那個好兄弟 是 然後田田跟 麗菲 麗菲是好朋友何時開始的 我跟你講 其實這件事情 他一開始講話 我就沒有話可以講 不會 你先 反正你念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現場的狀況真的很奇妙 對 因為像柳俊說是剛求婚成功 是是是 然後田田現在是 好不容易交到一個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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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人是高麗菲 對 恭喜 恭喜 還不開心 老實說嗎 很開心對不對 今天出門覺得 天空特別爛 對啊 不會啊 離婚是好的開始 對 就還滿開心的 對啦 就是太久沒有感覺單身是什麼感覺 趕快來台東找我玩 而且你們是很成熟理智的 對啊 大人是 大人的禮和 和平的 然後就一起那個 扶養小孩 對我們現在一起 所以我生活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妳翻出來了嗎 沒有我們都還是一樣的生活 對 好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那個朋友 我會陪妳一起瘋 要的瘋狂好友 對 所以那個 你們兩個是瘋在哪 對 我要先講說大家覺得奇怪 為什麼Gina會跟我一起 其實Gina反而是 演藝圈第一個跟我做朋友的人 她那個 她以前曾經很紅過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她那個時候 什麼意思 她那個時候麻辣先生是很紅 是朋友嗎 然後 之前有一部戲她 男主角是王少偉 女主角是 陳喬恩 對 然後她是女二 剪到頭部 那是我人生第一部接的戲 但是我真的是裡面的 其中一個演員 演員喔 那位導演 然後 演員有什麼好生氣的 但是那個導演 但是那個導演 一直不把我當演員 她一直說 那個胖妹 那個胖妹 但我就是辦公室的一個 其中演員 她一直叫我走開 然後我就很悶 然後她人就真的很好 因為她那時候已經 很紅了 然後她就會 默默地在中午吃飯的時候 她就會跟我講說 妳不要太難過 或太失落 這個導演本來就是 情緒比較難以控制 因為我跟那個導演 合作很多部戲嘛 所以我就很了解那個導遊 我說 因為那時候她已經開始在 上康永哥的節目 然後我就注意到她 我覺得她很好笑 所以我就主動去跟她講話 然後順便安慰她一下 然後我們就聊到狗 我那時候有養幾娃娃 她也有 然後我說那下次有空來我家看狗 然後她以為我是只是說說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拍 就是休息的時候 我就問她妳有沒有空 我說有 然後我說那妳來我家玩 然後就這樣開始當朋友 對 然後那時候她那麼紅了 然後我根本就 真的還什麼都不是 我覺得她家 她就開始把一些 她的行頭 然後她就給我 我用不到 對 用不到 她就說妳上節目可以用 配飾什麼那些的 對 然後我就很感動 然後從那一刻起 我們就變好朋友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哇 這句話好老派 嗯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叮